第三个呢 跟这个中美科技大战也有影响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重新的重组 央企就是国营企业 他把这个通讯的行业 就是我们台湾叫做网通业 打造了一个航空母舰 那他把这个中国大陆的 一个叫中国大陆普天集团 还有一个是中国电科 这两大集团合组 那其中最有名的一家企业 大家看到这是被美国制裁的 叫海康威视 这是在浙江的一家A股上市公司 那他里面包了 总共这一次两大集团里面 有15家的这个公司 海康威视是做什么 就是做这个监控系统 那这个当然是被美国修理了 美国认为说 你不能随便去监控别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重组以后的公司 市值近7000多亿的人民币 而且它的技术上面 是这个资源集中 那这个里面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美国现在是不遗余虑的 打压中国大陆的这个企业 那中国普天是跟通讯设备制造商 员工有两万的人 那这个中国电科 它是一个网路事业的这个国家队 所以这两个就一个是通讯 一个是网路 这些东西都是牵涉到 美国的这个敏感的关键 像这个监控啦 像这个5G啊 这些公司所做的事情呢 都是有关 只是它不是运营商 它是一个device 做设备的供应商 或者是零组件的供应商 但美国的话说 你反正就跟5G这些相关了 跟军方有关了 我打压你就对了 那么这个我的观察呢 就是说是美国呢 这个它现在是会持续的打压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的 这一些这个就是牵涉到敏感的企业 但这一次呢 它这个不是完全是因为5G的技术 它是由透过跟新疆人权这个有关 那这个人权呢 就是又是跟海康威视 因为海康威视是做这个监视的 那监视的影像呢 就牵涉到了影响的这个人权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财务资源 就是中国大陆就是说 这些国企业你不要怕 我政府挺你 你呢就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以后呢 你你就可以调度到比较多的资金 因为我政府会挺你 这是中国大陆政府打的算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